2021年的经济发展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觉得2021年的经济特点有几个大的方面 我还是从统计数据角度讲 一个是从生产的数据来讲 也就是从三次产业增加值 或者是各行业增加值的角度来讲 它表现出一些特点 我们看一看从同比增速来看 从生产的角度看 我们GDP从一季度18.3% 二季度7.9% 三季度4.9% 现在基数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增速是明显回落的 但同时如果我们把基数的因素剃掉 如果我们把基期定在2019年 就是不受疫情影响的2019年 那么这时候我们两年平均的增速 一季度是两年平均的增速是5% 二季度的两年平均的增速是5.5% 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速是4.9% 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 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 我们从同比增速来看 由于受基数的影响 增速在快速的回落 但是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 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比较突出的特点 就是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因为第二产业它前三季度增长是10.6% 那么它在三次产业的增速中是最高的 所以它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第二产业是指的 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 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三季度当季 第二产业的增速已经回落到3.6% 从累计看10.6%是很高 但是三季度当季只有3.6%的增长 这就比较低了 所以在三季度当季的时候 在三次产业中 第二产业增速是最低的 所以它主要是受 比如说疫情 汛情 缺电 缺煤 缺芯 这些因素的影响 使得工业制造业的增速在大幅度回落 一季度是24.4%的增长 然后到四季度4.6%的增长 这回落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就是第二产业 它应该说在三次产业的增速是最快的 但是第三季度它回落得非常明显 这个有什么值得 有什么令人担忧的 担忧的地方就是 全世界范围内都缺芯 就芯片 这样就是比如说对我们的汽车产量造成很大的影响 汽车产量导致汽车产量下降 然后缺煤缺电也对制造业的增长带来影响 所以这也是供给的冲击 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三重压力 其中有一个就是供给冲击 就是你芯片供给不足 电力供给不足 煤炭供给不足 这就对工业生产带来影响 所以现在你看中央经济工作会也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承担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 所以就避免一些不恰当的政策和措施 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我觉得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我认为对今年的一系列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之后 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